無論你做什麼生意 如果你的business model是不同的 你需要的partner是不同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你想做這個生意 怎樣做 怎樣做就是business model 你怎樣execute 你怎樣執行這件事 執行不同 你的partner就是不同的 所以這就是很多創業家 他們想少了這件事 究竟你的business model 是怎樣做的 做生意一定有partner 有partner的時候 你看著如果大家想的是一樣 每次作一個決定都沒有人say no 這間公司很快會倒閉 如果有一個人說一件事 沒有人say no 沒有人給其他意見 每一次都是這樣 那就是說除了那個人之外 沒有人用過腦袋 大家都say yes 不是鎮執 因為大家的強項和大家的angle 的expertise 在不同之下 大家可以給到不同意見 看這件事 例如說當你要學畫畫的時候 我們教畫畫好了 哪一個 是教畫畫OK Mary你教畫畫 你又是我們head of teacher 是你來的 但是誰把我們畫畫畫 推廣出去 哪一個做mining 行不行 哪一個部門要做sales 哪一個 肯定就不會畫一個 最初的時候或者兩三個人 或者你會很cross department 或者一個人會做多一個角色 大家創業你會預料到這件事 有時不要分枉不開 但是你發覺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強項的時候 這些不是爭拗 這些是一定要做回自己的角色 以及一定要溝通 所以為何做生意那麼好做 reward那麼大 但是也都 某程度上 是那麼挑戰性 因為很多人在想到 但這個是大家要面對的 如果不是的時候 我們只可以做個freelance 但做freelance不如打工 那還要做什麼 生意就是這樣 所以 記住不要一個人創業 一定要找partner 找partner之前 你一定要看你的公司為何要出現 你的文化是怎樣 為何要這麼重要 以及你的business model是怎樣 就based on這幾個東西 是跟一些在你身邊已經有定案的朋友 約他出來 談談 看看他是否跟你的大思想差不多 或者buying你所看到的東西 然後打了一份工 這樣就會去了 我只是做回自己的強項 他做回自己的強項 你只是做回自己的強項 慢慢你的生意就會是 走得快還是走得大 要不然你就會很拘勵 你那個 很one man band的做法 做生意 因為是一個很知識型的年代 是不需要 capital 來start一個生意 come on 你想一下是不是 就算你做零售 就算賣東西 如果你找到一些 有些supplier 有一種東西叫做數期的 如果你的business model 是work的時候 他給你一個數期 讓他給你45天 那你就在這45天 你將你的product 賣出去 你已經有一個cash flow 接著你pay回你的 provider 你已經有cash 其實很多東西是不用錢的 各位朋友 做生意朋友 尤其是有些start的朋友 不是一定要有很龐大資金才做生意 現在不是這樣的 因為為什麼你有這樣的模式 Ryan我也明白 為什麼呢 我們仍然是接受不到 用一個新的生意模式來做生意 例如說 一做生意 一定要是 開一個shop 一定要有 很大資金 才做 我舉個例子 剛才我們說 不要一個人創業 看著 創業 其中一個最大的 的洗費 Expense 是什麼 人 Labor 人 出糧 但如果你現在所做的東西 是比較knowledge based 你的partner 就是partner 他不是employee 每個人都不用出糧 賺到錢 才開始分成 現在大家都有份工的 放工之後 在starbucks 在coffee shop 在那裡談生意 星期六日 出來談生意做生意 直到有一些 cash flow 然後大家才跳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在職創業的想法 為什麼創業一定要錢 你可不可以想一個方法 現在是 based on 你的認知 有什麼方法是現在可以用一個 是不用錢的方法 來 做生意 Social media 是不是不用錢的 如果在Social media上面 你可以教到某一件事 而你教的東西 是有價值的時候 不用錢的 現在大家用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是否在linkedin 是不用錢的 所以為什麼你見到製造了那麼多的 那些 叫 opinion leader 你拿出來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 大家是 接受為什麼說 用一個新的方法 或者新的年代 如果每一件事 都要那麼多的 資金才做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不用你做 要跟這件事 出色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用一個最少資源 來變出最大的result 對不對 拿個槓桿 如果你要一個這麼大的資源 你才能拿到這麼大的資源 那我需要你做 我們一定要這麼看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投資者也不用投資在你身上 對不對 用現在你身邊 你要打開你的眼睛 你知道世界上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技術 可以運用到 而你的技術 somehow是free的 用距離 kickstart了 這個應該 是第一個想法 因為剛才我們說 當你做你的生意的時候 你要知道 接下來的路要怎麼走 究竟走locally regional 和 global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告訴我們自己 我們是一個 global的公司 只不過我們station 我們headquarter的香港 這個是在我們的 roadmap 那現在我們每一次我們hit我們的mouse stone 現在去到我們的nextmouse stone 就是我們開始 在時間 我們要回到美國和英國 這就是我們的 下一個的mouse stone 所以大家 想多一點 如果我們是髮型師 不如我們玩一下 如果我是髮型師 這個身份來 來創業 我可以怎樣做 跳到剛才我們所說的三件事 我可以是 one on one by appointment 我上你家展發 Cavin 我見到你 第二個就是我可以開個店舖 第三個就是 我做一個online online 的hairstylist 我教很多人 worldwide 教他們怎樣 是剪髮 我在網上教是剪髮 第三點就是 讓我看看 第三點大家可以是要留意 不要掉入陷阱的就是 say no to new ideas say no 好了 不是一定要say yes No say no 你發覺在整個創業 或者在一個 你現在在找一個機會的時候 很多機會會在你身邊穿插 很多機會的 是很多人說 Cherry Wedickey OK WJ Eric 我有這樣的idea 試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你身邊有很多朋友給你很多意見 但是你已經有一個idea在這裡 你會在那裡 我們有時候我們發覺為什麼這麼難是 做到某一件事 身邊太多人給一個idea給你 而我們沒有一個能力 say no 我們的 mental energy 是有限的 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 大家要有一個很大的自律性就是 現在我知道你的腦裡面有一千幾百萬的idea 身邊也有很多給你很多幾十個幾百個idea 但是你要 跟自己說我要有一個很自律性 我現在要 stick with 我現在看到這個idea execute 做到好好的成績 跟著 再 jump去另一個venture 如果不是我們會跌入一個陷阱 又不停聽到某些idea 我們嘗試anatting 我們嘗試試行不行 試試行不行 我們這輩子 或者過去的十年二十年 我們試過什麼呢 整個經驗就是 不停 試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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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try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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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到 基本上不能做到 好了 每一行你發覺 每一行 都有一個叫 Norm Norm 即是說在這一行有一個 做這一行的 方法 例如說你做保險業 保險業的朋友會怎麼做呢 打高歌 做rollshow 洗樓 對不對 不來乎這幾個東西 這是一個Norm 你做每一行都有一個Norm 你整車開車房 有一個固有模式 你看到行家這樣做法 你嘗試好像這個行家這樣做 慢慢在每一個行業 就會有一個Norm走出來 對嗎 但是 如果每一個都跟著那個Norm來做事的時候 那個 那個行內的規矩來做事的時候 得就全部得了 如果我們只是用那個行內規矩 來做你那一行的時候 你就只會得到行內很普遍很平均 那個回報 是不會有突破的 對不對 我們要接受這個真相 如果對手都這樣做的時候 你跟他做某一項的時候 你只會拿到 你的對手拿到回來的那些東西 是不會有突破 你看到每一個行業 做得出色的朋友 他們是不會跟著常規來玩 不會跟著行業的Norm 人怎麼做他怎麼做 你看是不是 是不會跟著的 I'm not so old I'm not so boring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 同一個行為只會突出同一個結果 擺在生意上是一模一樣的 你用同一個經營手法 你出來的結果就是一樣 對不對 Ryan將洗腦王Ray Wong 住在我的屋苑那裏 我跟他認識的 Ryan 我們也是香港的創家 所以我們大家有很多common friend 所以大家會明白大家怎麼做 這回事 怎麼洗樓洗得這麼出色 為什麼 在街外仍然有很多阿嬸 阿婆婆 或年輕人在那裡派街招 但是為什麼可以是 派街招派得這麼出色 賺那麼多錢 做的方法不同 他不是用一個普通的方式來做 如果你用一個普通方式來做 你就拿回普通方式的人的 結果出來 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現在做這個行業 做了一段時間 你發覺你的 你的收入和 去到某個位置你不理想 這個已經證實了 你只不過用你的行業 方式來營運你的生意 是不合理的 所以不要 用你的行業的norm來 再看這件事 跳出去 Come on 人生這麼短 沒有人限制我們怎麼做 為什麼你要限制你怎麼做 是不是